唐太宗的书法刚毅其中,柔润其外,飘逸流动而又内脸自如。 李世民四岁的时候,家里来了一位自称贵相面的书生,对其父李渊说, 您是贵人,而且您有贵子,当见到李世民时,书生静说, 容奉之子,天日之表,等到二十岁时,必能济世安民,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, 为儿子取名为世民,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,不拘小节, 接受儒家教育,学习武术,擅长骑舍,李世民五百九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, 到六百四十九年七月十日,即唐太宗六百二十六年到六百四十九年在委, 出生于武宫别管金陕西武宫,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军事家、诗人, 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,有诗作与莫保传世, 他的书法刚毅其中,柔润其外,飘逸流动而又内脸自如。